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一个问题 人谈投资理财 什么是最智慧的投资呢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给我们宝贵的提醒 最智慧的投资是奉献 鼓励教会走上奉献之路 有四个榜样 第一个是别的教会 马其顿教会的榜样 在极穷之间仍显著他们乐捐的货恩 而这样子乐意奉献的教会 带来满足的喜乐 并且他们奉献的时候 不是高姿态的 而是再三地求 在供给圣徒的事上有份 何等的美 他们不单乐意奉献 而且是低姿态的 是谦卑的来奉献 而保罗透过马其顿教会 鼓励格林多教会 要办成这个奉献的事 他们已经起义一年了 应当要赶快完成 人有冤作的心 神必愿纳 照他所有的 不是照我们所无的 上帝看到我们的心 上帝要来供应我们 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主本富足 为人成为贫穷 叫我们成为富足 耶稣走上奉献自己的道路 成为我们的榜样 圣经的真理 旧约在初来记提到了 马那多收的没有鱼 少收的没有缺 上帝不是要我们受累 乃是要均贫 我们可以互补不足 今日你有缺乏 我供应你 明日我有缺乏 你供应我 这是上帝的心意 并且在处理奉献的时候 保罗打发提多跟弟兄 谨慎奉献行光明的事 而保罗提醒 格林多教会要显出爱心 与保罗夸奖的凭据 是的 许多人谈如何投资 如何累积 如何让自己35岁 之后不用工作 但耶稣谈的是 我们怎么样分享 怎么样使别人富足 怎么样因着爱 经历到那个奉献的喜乐 我们的祷告 主要帮助我们看到 最智慧的投资 是放在神的手中 选择奉献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 阿们 听我们的祷告